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報分手,我是 Simon 只要你住在台灣,就一定對 LINE 這個軟體不陌生 不管是跟朋友傳訊息、打電話、視訊 甚至是行動支付,幾乎都跟 LINE 脫離不了關係 但就算 LINE 這麼好用 我自己平常在跟親朋友好好打電話或是視訊的時候 只要對方用的是 iPhone 我基本上都是優先用 FaceTime 為主,而不是 LINE 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問我說 到底為什麼這麼喜歡用 FaceTime 他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嗎? 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 FaceTime 到底有哪些超好用的功能吧 就跟蘋果大部分的內建軟體一樣 FaceTime 是所謂好用,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在蘋果生態圈裡面 所以只要你有超過兩台蘋果的裝置 那 FaceTime 就能有許多比其他通訊軟體 還要更好用的功能 第一個最明顯的就是 FaceTime 幾乎不會讓你錯過任何電話 有 Apple Watch 的朋友一定感受最深 因為不管是 LINE 或者是臉書的 Messenger 每一次只要有朋友打電話過來 你的 Apple Watch 是不會有任何通知的 所以如果你的手機就是剛好不在身邊的話 就會常常錯過這些來電 在 Mac 上面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把 LINE 的 APP 給打開來 放在背景運作的話 也一樣不會有任何的通知 我就常常因為忘了開 LINE 的 APP 然後錯過了不少的電話 但 FaceTime 就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只要有人打 FaceTime 進來 你的 iPhone、 iPad、 Mac 還是 Apple Watch 通通都會響起來 讓你不會錯過任何的來電 真的會方便很多 然後如果你的 Apple Watch 有開通 eSIM 功能的話 那就更讚了 你就算只帶手錶出門沒有帶手機 你還是一樣可以正常的接電話 但 LINE 的話就是少了手機就完全沒有辦法了 你就算在手錶上面辦了 eSIM 也還是沒有辦法接到 LINE 打來的電話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說 如果要找到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打 FaceTime 不然我真的很有可能會因為手機不在旁邊 然後露接 再來就是因為 FaceTime 它在蘋果生態圈裡面 所以它還有一個超讚的功能 那就是通話接力 你有沒有遇過一個情況 就是你本來在外面用手機講電話 然後回到家之後 想要改成螢幕比較大的 iPad 或者是電腦 來跟對方講 這個時候你就要先跟對方講說 我先把電話掛掉一下 然後用 iPad 重新打一次給你 每次這樣子一來一回真的就是超級麻煩 但如果說你是用 FaceTime 通話的話 這個接力的功能就可以拍得上用場 只要你的手機在通話的時候 靠近你的電腦或者是 iPad 你就可以在狀態列的地方看到上面冒出一個通話的按鈕 這個時候你只要按下去 手機上面的通話或者是視訊 就會自動切換到你的電腦上面 完全不用把它給掛掉來重新播一次 它會無縫接軌的直接切換過來 相反的如果說你原本正在 iPad 上面通話 臨時要出門的話 你也可以在手機上面頂一下這個轉接的按鈕 它就會快速的幫你轉換到手機上 讓你輕裝出門 這個接力的功能也不是只限於 iPhone iPad 跟 Mac 而已 如果說你家裡面有 HomePod 或者是 HomePod mini 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善用這個接力的功能 讓你回到家直接用擴音的方式來跟朋友繼續通話 你只要把正在通話的那支 iPhone 的頂端 靠近 HomePod 螢幕的位置 它就會接力過去了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 HomePod 上面的螢幕 變成綠色的狀態 代表它現在正在用 HomePod 來通話了 你要出門的話也一樣 只要把 iPhone 靠過去 它就又會自動把它給轉接回來 整個用起來都非常的直覺 然後如果說你在家裡面 想要直接用 HomePod 來打電話給其他人的話 你也可以完全不透過手機 只要跟 HomePod 講說用 FaceTime 語音打電話給威力 他就可以直接幫我打電話過去了 這是其他第三方軟體完全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在 Mac 上面也一樣 你可以快速的用 Siri 來幫你撥號 讓你在不開 App 的情況下面 可以快速打給朋友 還有個 FaceTime 非常明顯的優點 就是不管是在通話的音質還是視訊的品質上面 都要比 Line 還要更清晰 我覺得在這邊放一段通話的轉路的聲音跟視訊的畫面 讓你們看一下這兩個 App 的差別 那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是用 Line 打視訊電話 發出來的視訊的品質 還有通話的音質 你們可以聽聽看這個聲音跟畫面的表現到底怎麼樣 那我們接下來會切到 FaceTime 的部分 讓你們看一下這兩個 App 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FaceTime 呈現出來的聲音的品質 還有畫面的畫質 你們可以跟 Line 比對一下 就是覺得看起來有沒有比 Line 還要再好一些 可以把你們的想法放在下面的留言區 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 FaceTime 整體的品質比 Line 還要好上很多呢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對 FaceTime 抓著不放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它的通話品質還是網路的流暢度 都要比 Line 還要有更好的表現 平常在用當然就會比較舒服 再來就是 FaceTime 它本身有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同波共享 雖然說在 Line 上面 你可以在視訊的時候跟朋友分享你的手機螢幕上面的畫面 或者是同時看同一部 YouTube 的影片 但是 FaceTime 的同波共享的功能又比 Line 還要再來的更完整 你只要在視訊或者是通話的時候按一下 同波共享的按鈕 就可以選擇要共享的內容 除了基本的共享螢幕畫面之外 你還可以在視訊的時候在 Apple Music 一起播放同一首音樂 可以跟朋友一邊聊天 一邊在背景播放你喜歡的歌曲 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控制這個播放的內容 如果說有人想要分享最近喜歡聽的歌 那就可以在他的手機上面插播 共享給通話裡面的每一個人聽 如果說有人聽了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直接切換到下一首 每一個人都有音樂的控制權 讓整個聊天室可以變得更歡樂 而且不單純是播音樂而已 同波共享還可以讓你跟朋友一起追劇 你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面 先選好一部想要跟朋友一起看的電影 按下分享之後就可以在這邊 來設定要跟哪一些人同波共享 對方收到邀請之後 就可以跟你一起邊看電影邊討論劇情內容了 如果說有遇到哪一些看不懂的地方的話 通話裡面的任何人都可以做暫停或者是倒轉 讓每一個人播放的進度都是同步的 才不會每一個人看的位置都不一樣 你甚至可以把同波共享的內容 轉接到 Apple TV 上面 讓視訊的畫面獨立出來放在旁邊的 iPad 上 然後用電視來看電影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朋友的大臉會遮到電影的畫面 整個實用的體驗 就像大家都坐在同一個客廳看同一部片一樣 真的還蠻不錯的 比較可惜的是這個同波共享的功能 只有在雙方都有訂閱或者是購買的情況下才可以用 比方說你想要跟朋友一起看 DC Plus 上面剛上線的黑豹 對方就必須也要有帳號才有辦法一起看 或者說你在 Apple TV 上面購買了某一部電影 想要一起看的話 對方也要付租金或者是購買才有辦法同波共享 但如果說你們都是在同一個 Apple ID 的家庭裡面的話 就可以透過共享項目來一起使用 不需要重複購買 還有一個比較讓人失望的事情 就是最多人用的這個 Netflix 他就不支援同波共享的功能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一起看 Netflix 上的影片的話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但撇除這一點來看的話 同波共享的方便度是比其他視訊軟體還要方便很多的 至少這些受版權保護的內容 是可以讓你跟其他人一起看的 對於遠距離的情侶來說其實還蠻實用的啦 那 FaceTime 上面還有一些比較趣味的功能 比方說你可以在跟對方視訊的時候 趁對方不注意直接偷拍他的照片 視訊完之後他就會把這個照片存在你的相簿裡面 或者說你也可以把喜歡的貼圖貼在畫面上面裝一下可愛 那你的前置鏡頭會用深度感測的方式來偵測貼圖的位置 讓他看起來會更有立體感一點 或者說你也可以在素顏沒有化妝的時候 把頭換成可愛的 Animoji 它可以偵測你的臉部的表情 讓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變化的造型 除了自己的 Animoji 之外 你也可以變成各種的動物 或者是外星人 骷髏 機器人 或者是便便 它甚至還有這個舌頭偵測的功能 讓你可以把舌頭給吐出來扮個鬼臉 平常跟朋友在玩也是還蠻有趣的 其實綜合這樣子看下來 雖然 FaceTime 不是說有比 Line 多出什麼超強的功能 但就跟蘋果大部分內建的 App 一樣 它的好用是靠各種小細節一點一點這樣子疊加上去的 像是比較好的視訊畫質跟通話的音質 還有完整的接力通話的功能 跟更方便的同步共享的功能等等的 對於身處在蘋果生態圈的使用者來說 真的會加分很多 蘋果現在他們也有加入了製作連結 來加入 FaceTime 會議的功能 讓更多蘋果以外的使用者 可以加入 FaceTime 的通話 就看他們未來還會新增什麼樣的功能 讓它再變得更完整了 你們平常有習慣用什麼樣的 App 來跟朋友通話嗎? 如果說你是用 FaceTime 的話 又有什麼功能讓你覺得愛不釋手的呢? 在下面留言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吧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們在每週二跟每週四的晚上定時更新 帶來各式各樣的教學還有開箱介紹 不想錯過的話就一樣把我們訂閱訂起來囉 那再來是AppleFan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到 我的影片見到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到